周平躲在郎柱后面 盯着舞台上卖力跳舞的女儿 心中万般不是滋味 鱼音诀一舞弊 杨清清轻喘着走到舞台中间 婀娜势力 台下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和叫好声 这时候主持人走了上来 热情洋溢地向众人介绍杨清清 清清在学生时代一直是笑话 不仅人长得美 而且多才多艺 大家刚刚看到的中国舞 只是她的才能之一 据我所知 清清还擅长画画 书法 唱歌 主持 钢琴 大学期间 多次获得奖学金 是不折不扣的美女和才女 台下众人发出了赞叹的声音 杨清清 杨清清 以钉字簿 站在主持人的身侧 身姿挺拔 姿态含蓄 面带微笑 尽显优雅 若此时是学生时代的杨清清 正在考级或者参加某场演出 周平会觉得骄傲和欣慰 然而当下这个舞台并不是让杨清清发光的舞台 而是台下那群用眼神追逐她的人也不是普通的观众 那是一群挑剔的求偶者 杨清清 站在他们面前 犹如被代价而沽的一项货物 杨清清下台后 周平看见相继有几个男人走过去 坐在她的身边与她聊天互加微信 周平心里有气 不想再看 转头去了酒店正门 等下 她要堵住杨清清问个清楚 为什么要如此作践自己呢 散场后 陆续有男男女女走了出来 杨清清落在最后面 与一个高大的男人有说有笑 周平再三压抑火气 喊了一声 杨清清 杨清清回头看到她 与身侧的男人说了几句 两人就此分别 男人走远后 杨清清不再端着 小兮兮的跑过来问道 妈 你来这家酒店谈生意吗 周平狠狠的弯了她一眼 是啊 不然 我还不知道我女儿有这么粗心 都能参加高端的相亲会了 杨清清说道 我怎么感觉你阴阳怪气的呢 周平套出手机 将自己刚刚搜索到的广告页面 对到杨清清的脸上 高端相亲会门槛 男士提供五千万的资产证明 女士提供两千万的资产证明 你是怎么进来的 杨清清捋了捋耳边的随发 面露得意 我条件太好了 破例了呗 周平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一字一顿直呼全名 杨清清 杨清清秒怂 好吧好吧 我说实话 我大学同学的亲戚是主办方 我是通过这层关系才进来的 但主要还是因为我条件好 能帮着撑撑场面 周平急了 所以你来给人当昏托 你这叫诈骗呀 杨清清说道 没有 我也是来认真相亲的 反正以后也得相亲 早一点晚一点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没熟人 我怎么可能得到这么好的资源呢 说不定 我就能在这里找个高富帅呢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嫁得好呢 周平说 所以呢 你在台上又跳又唱 恨不得全身贴满标签 让别人挑挑拣拣 你这是在干什么 不嫌掉价吗 杨清清翻了个白眼 拜托 他们挑我 我也在挑他们 双向选择而已 怎么让你说的这么不堪呢 周平说 好 就算是双向选择 但问题的关键 在于咱家的条件 和这里的人差太多了 门不当户不对 过日子不是只看钱 普通人家的女孩高盘 是要吞真的 杨清清说 你也知道过日子 不是只看钱 我没他们有钱 但我自身优秀呀 周平无奈地叹气 眼眶微失 你妈我是个要强的人 当年你爸走了以后 即便家里条件不好 我也咬牙坚持 没断了对你的培养 我带你学舞蹈 学钢琴 学美术 学书法 学这个学那个 看着你事事有回应 样样有成果 心里觉得再累也值得 可是清清 我精心培养你 是为了让你长见识 不是为了让你 把这些见识 变成你的嫁妆 周平说完哽咽了 杨清清咬着嘴唇 不吭声 这时候 周平的手机响了 打破了僵局 周平边接电话 边甩开步子往外走 杨清清小跑着 紧随其后 在周平打开车锁的同时 她先拉开车门 坐进了副驾 生怕配撇下一样 母女俩一路无话 回到家里 周平依然黑着脸 杨清清 扯扯她的衣角 卖乖装可怜的 求贴贴 妈 你别生气 其实我就是好奇而已 我感觉 不会有什么后续的 你想想 每个参加相亲的人 都得填资料 那就说明 大家都很看重条件 就算有人 对我有好感 到时候 一看我的资料 就被劝退了 周平想想 也觉得有道理 现在有钱人 都讲究联姻 强强联合 怎么可能 在平民堆里 挑媳妇呢 于是板着脸说 最好是这样 然而三天之后呢 当天 那个与杨清清聊天的 高大男人 竟然打来语音电话 想约杨清清看展 当时母女俩 正挨在一起看电视 杨清清的手机 开着外放 想关 已经来不及了 周平听完两人的对话 拧着眉头问 你就这么答应他了 杨清清 嗡嗡嗡嗡了半天 凑过来说道 妈 看个展而已 普通朋友 也会一起出去玩啊 周平说 你们在相亲会上认识的 他约你出去看展 这叫普通朋友一起玩吗 杨清清不说话了 吵起遥控器 不停地换台 面对他的抗议 周平 无可奈何地 叹了口气 随你吧 注意分寸 但愿 你以后别后悔 有了第一次约会 很快就有了第二次 看展 吃饭 看电影 看音乐剧 逛街 周边游 海边放烟火 农场屋顶 观星星 周平就这样 看着杨清清 和那个叫周凡的男人 一步一步 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他原以为 这段门第 差异巨大的感情 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没想到 半年之后 周凡竟然向杨清清 求婚了 直到杨清清 进入了备嫁状态 周平都不敢相信 有朝一日 自己竟然会和 身家几十亿的人家 成为亲家 他没有感到一丝惊喜 甚至有些恐惧 他只是一个 开洗衣房的小老板 年头好的时候 拼死拼活 能赚个小几十万 赶上年头不好的时候 基本白做 家里一套房子 一辆车子 小有存款 仅此而已 杨清清呢 也只是一个 培训机构的 舞蹈老师 月收入 刚刚过完 在这座城市里 他们太普通了 网上数八代 无官无负 怎么就和周凡 这样的人 扯上关系呢 在恍恍惚惚 坠坠不安的心境下 周平 看着女儿 穿上婚纱 步入婚礼殿堂 那场婚礼 美好地像个童话 杨清清 至身其中 像个真正的公主 每一个熟人 都在恭喜周平 恭喜她成功翻身了 周平无言以对 翻身 谁翻身 翻什么身呢 为了杨清清的婚姻 她亲近所有 置办嫁妆 她知道 那点东西 周家 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但她就是要这样做 而她 也早就想好了 以后尽量 少和周家来往 这是她 能为杨清清 做的最后一件事 杨清清结婚搬走后 周平和平常一样 为了洗衣房的生意 努力着 周凡曾经提出 出资 扩大洗衣房的规模 然后 为她介绍几个 开酒店的朋友 被周平果断拒绝了 后来 周凡又提出 帮她换房子 换车子 周平也没有接受 内心深处 她更希望周凡 能像平常人家的女婿一样 在加班的时候 过来蹭饭 在过端午 过中秋的时候 拎着单位分的粽子和月饼上门 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她宁愿独善其身 别让杨清清 因为她在婆家面前 直补其妖 如此过了三个月 有天傍晚 杨清清忽然跑来洗衣房 找周平 如今的杨清清 举手投足 都是阔态风范 穿戴皆是名牌 但精致虽精致 周平总觉得女儿 不如过去那么生动有活力 脸上失落表情尽显 她忙着手里的活 随口问道 你怎么过来了 杨清清不吭声 抠着指甲 过了很久 才开口说道 周凡 想让我辞职 周平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这不正合你意义吗 以前你总抱怨 跳舞多么多么累 家长多么多么难搞 希望自己能一夜抱负 去过自由的生活 以后你就可以解脱了 杨清清叹了口气 谁工作不抱怨呢 抱怨不代表我不喜欢 我有两个学生 特别有天赋 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进步 我特别有成就感 而且我也真的喜欢跳舞 周凡说 可以给我装修一间舞蹈房 我想跳 随时都能去跳 但是我总感觉 那不一样 周平说 周凡为什么不让你跳舞呢 不会是觉得 你抛头露面丢人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杨清清摇摇摇头 小声说 不是 他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平 他希望我能早点生孩子 周平怒了 你才二十六 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候 生那么早 干嘛呢 杨清清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说 想要多生几个 趁早不趁晚 周平腾地站起来 那他还给你装修舞蹈房干什么 你用得上吗 杨清清 他当初和你结婚 不会是看上你的肚子吧 杨清清低着头 一言不发 一滴泪珠巴大一声 坠落在地 当晚杨清清没回去 事隔半年 母女俩又像从前一样 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 躺在一张床上聊天 当年男人病逝 周平难以靠微薄的工资 养家和还债 他想要辞职 创业拼一把 那天晚上 他和刚刚升入初一的杨清清 商量这件事 杨清清大力支持 从此后 周平为了赚钱 东奔西走 小小的杨清清独立 自律又坚强 没有因为缺少照顾而退步 杨清清的艺术天分很高 文化课成绩也很好 在面临走艺术专业和参加普通高考的抉择时 母女二人也是这样一起商议 考虑到种种现实因素 杨清清 杨清清 参加了普通高考 被一所本地的211院校录取 业余时间 兼顾舞蹈学习 毕业后 杨清清转了一圈 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舞蹈工作 他们相依相伴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周平了解杨清清 她一直都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孩 然而现在她好像迷路了 周平说 你已经和周凡结婚了 其实你在结婚的时候 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杨清清苦笑 周凡挺低调务实的 我以为她和那些有钱人不一样 听到低调务实 周平突然想起了什么 前婚前协议了吗 杨清清沉默不语 周平了然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要是能融入他们 你就听周凡的话 放弃自己的一切意愿 多生几个孩子 拿紧她给你的付卡 以后 无论如何 你都会衣食无忧 这也是一种活法 而且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活法 你要是接受不了 那就趁早离婚吧 过回从前的生活 咱们家的条件也不差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反正你不能既要又要 周平说完 翻身背对杨清清 紧紧闭上眼睛 但一夜无眠 此日晨 母女俩相对而做吃早餐 接待着隆重的熊猫眼 周平想了想说道 你今天没事的话 跟我一起去酒店谈订单吧 就当散散心 杨清清点头 周平今日要去的酒店 在本地小有名气 共有十家连锁店 如果能把清洗不草的订单 谈下来 今年就不愁了 但她已经去拜访过三次了 始终没能在价格上谈妥 杨清清到了酒店才发现 那个负责人 竟是自己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叔叔 那时候 他爸爸去世不久 这个叔叔多次登门 每次都给他买很多好吃的 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再也没见过这个叔叔 周平和负责人谈了很久 最终还是没能在价格上达成一致 无奈放弃了 母女俩回到车里 周平接了一通洗衣房的电话 处理了一宗投诉 挂断后 杨清清没忍住问道 妈 后来这个叔叔 为什么不来咱家了 周平笑笑 因为我跟他说 我不打算再婚 想一个人把你抚养长大 他肯定是要结婚生子的 在我身上 图不到想要的 自然不会再投入成本了 杨清清说 怎么说 怎么说也算熟人了 他今天寸步不让 不会是故意的吧 周平摇摇头 当然不是 他给我让一点 酒店的成本就要增加 我给他让一点 我就挣不到钱了 这个世界是围着利益赚的 不是围着交情赚的 他顿了顿 不冲道 更不会围着才华 颜值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打赚赚 杨清清不吭声 周平启动车子 缓缓汇入车流 清清说道 清清 我也不怕让你难受 你之所以能和周凡结婚 在别人眼里 或许是因为你幸运 或许是因为你漂亮优秀 但事实就是 周凡想给孩子 找个你这样的母亲而已 聪明 漂亮 自律 能吃苦经历旺盛 多才多艺 身家清白 听话懂事 这是多么适合 为有钱人传宗接代的体制呀 优秀 只是他的敲门砖 人人只能看到 门槛后面的光鲜亮丽 却不知道 跨过那道门槛 就意味着自我献祭 他只能以对方希望的方式存在 如果他不愿意 那么他的优秀 可以说是毫无价值 杨清清靠在车窗上 呆冷片刻 难难自语 如果当初我能听进去你的话 那就好了 周凡说 清清 你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 这世上没有更好的生活 只有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几天后 杨清清 向周凡提出了离婚 一个月后 经历一场短暂婚姻的杨清清 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又过回从前的生活 半年后 在周平的鼓励下辞职 用全部积蓄 开了一间舞蹈工作室 学着周平自己当老板 跳舞 从一种才艺变成了一种工具 喜欢从一种动力变成了一种压力 身份的转变 促使他换了个视角看世界 他看到了很多过去 看不到的生活真相 他像个招牌一样 立在工作室的门口 依然那么美丽 挺拔 但这些不再成为关注点 有人关注课程的时间 有人关注师资的能力 有人在意学费的高低 有人在意退费自由 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 不能作为任何筹码 他开始理解周平口中的毫无价值 一场昏变过后 杨清清坦然地张开双臂 接受现实的索取 他想要给予更多 不再留恋关注 不再渴望被人仰慕 他终于明白 人不能通过自以为的优秀 来换取什么 现实需要什么 自己便修炼什么 才是人生的要义 自我的世界 与真实的世界 总是不断地碰撞着 也许曾经依赖的 自信的一切 都会成为灰烬 但是 踏踏实实地 走出的每一步 都是生命的结果 20市场